这个小男孩从小跟父亲生活在海上 他每天都会用寿司投喂海上的鲨鱼 一天巨大的龙卷风袭来 摧毁了男孩的家 男孩被迫跟父亲分开 在海上漂泊 神奇的是鲨鱼们认出了他 这不是每天给我们投食的恩人吗 就这样鲨鱼们带着男孩回到了巢学 把他当鲨鱼幼崽来养 很快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男孩居然长出了鱼鳃 还有了锋利的牙齿 背上还有个鱼鳍 由此男孩有了江湖外号 鲨鱼小子 鲨鱼小子在海上生活了很久 直到遇到了人类男孩赵梦帝 赵梦帝悄悄把他带回家 用巨大的水缸养着 意想不到的是 又有个奇人找上了门 女孩名叫荣岩妹 能够控制岩浆 他要带走鲨鱼小子 回到口水星球 拯救异常危机 赵梦帝本想加入他们 但明天还要上学 无奈之下只好送走两人 去到学校后 赵梦帝把这段神奇的经历 讲给同学们 但大家都把他当笑话看 鲨鱼小子 我还认识鲨鱼辣椒呢 你可这睁眼做白日梦呢 突然外面刮起了龙卷风 难以置信的是 鲨鱼小子和荣岩妹 居然真的出现了 他们以拯救口水星球为由 带走造梦帝 随后登上鲨鱼火箭 一飞中天 不久后 几人成功抵达目的地 荣岩妹却突然表示 他们现在其实正处于 造梦帝的梦境中 但因为他做了噩梦 口水星球还有45分钟 就要被摧毁 他们必须去到梦之潮 打败大反派 拯救口水星球 话音刚落 邪恶力量就已袭来 三人急忙踏上轨道 穿过开心乐园 遇到了小头目 电光人 造梦帝一看这脸 这不就是我老师吗 看来每个小孩的噩梦 都是老师呀 电光人召唤出插头大军 围攻他们 鲨鱼小子也不好惹 几拳功夫下去 就被干翻在地 荣岩妹使出火气飞天 对着电光人 射出滚滚荣岩 然而电光人磨炕点满 反手还他个雷霆霹雳 造梦帝没有异能 眼尖要被插头怪袭击 鲨鱼小子成功就场 然而招数已至 电光人抓起三人 直接丢了出去 鲨鱼小子突然想起来 其实造梦帝也有超能力 就是靠做梦来实现任何事情 两人想让造梦帝 给自己升级超能力 但造梦帝闭眼半天 啥都梦不到 这时旁边出现一个机器人 那是造梦帝最爱的玩具 机器人在这里是个先知 他表示要想做个美梦 那就要去甜品王国 得到帮助后 三人穿过大脑荒地 调到了牛奶河 只听鸭鸡一声 鲨鱼小子踩到屎一样的粘液 结果他还舔了一下 原来这是巧克力酱 造梦帝饿得要死 直接趴过去上手 容颜妹定睛一看 原来他们把曲奇饼当船来开 这里就是甜品王国 四处都是冰激凌 奶油 曲奇饼 这大半夜的 小孩看的都馋死了 这时巨人夫妇突然出现 一把捞起曲奇船 三人怕被吃 连忙跳了下去 谁知刚逃过巨人 电光人就带着插头猎犬 追了上来 容颜妹射出容颜抵挡 却反被插头猎犬抓了起来 鲨鱼小子寡不敌众 直接被电翻在地 造梦帝想装英雄 然而 眼见大难临头 造梦帝激活了超能力 不用睡觉 闭上眼就能做梦 他梦出香蕉船 带着两人逃出升天 三人来到寒冰国度 眼见时间不多 口水星球就要被毁 容颜妹想到一件神器 是藏在寒冰城堡里的寒冰之心 只要用它 就能冻结一切 包括时间 然而三人刚到寒冰城堡 电光人就再度偷袭 抓走了他们 三人被抓到梦之潮 大反派终于出现 竟然是经常欺负造梦帝的同学 傅黑帝 傅黑帝把三人关进牢笼 想要活活饿死他们 但鲨鱼小子哑口惊人 直接把铁笼咬出大洞 三人再次逃脱 距离口水星球被毁 只剩十分钟 三人来到寒冰城堡 寒冰之心就在头上 赵梦帝爬上冰柱 结果刚拿到寒冰之心 冰柱就突然碎裂 赵梦帝没抓稳 寒冰之心从手上滑了下去 容颜妹立马去接 结果自己却被冻成冰块 这时冰霜守卫纷线现身 将三人带到寒冰公主面前 对方表示 他们刚刚拿到的是个赝品 只有破解谜题 找出真品 就能把寒冰之心交给他们 赵梦帝指了指公主的项链 果然猜对了 成功拿到了寒冰之心 时间已经不多 赵梦帝举起寒冰之心 想要施法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只有公主才能使用寒冰之心 男孩们将容颜妹解冻 但她已经昏迷过去 唯一的唤醒办法 就是将她丢到火山口 鲨鱼小子二话不说 抱着容颜妹爬上火山 将她丢进滚滚容颜 只听轰的一声 容颜妹变成光的化身 成功复活 此时 赵梦帝也在光芒的照射下 打通了任督二脉 一个瞬移来到了火山 再一个挥手 将冰河变成汪洋 他现在是个做梦大师 能够睁眼做梦 赵梦帝想要速战速决 找到了傅黑帝 两人立即展开对决 傅黑帝先发制人 使出食人鱼炮弹 赵梦帝也不甘示弱 发射出气泡 将鱼都照了起来 紧接着使出大脑风暴 无数颗大脑从天而降 砸向傅黑帝 再来个大脑放屁 傅黑帝直接头中脚轻 成了个不倒翁 赵梦帝却绿茶表上身 居然主动示好 想用爱去感化傅黑帝 让他改邪归正 傅黑帝有些被说服 然而乔梁却突然断裂 眼见对方就要衰扁 赵梦帝及时救下了他 正准备大团圆结局时 电光人再次出现 他不甘心做个小弟 想要搞个大破坏 直接飞去了地球 赵梦帝眨了三下眼 从教室中醒了过来 此时 电光人已经从梦境中来到了地球 现在唯一能打败他的方法 就是使用寒冰之心 赵梦帝将项链交给公主同学 公主成功施法 一瞬间就把电光人动爆了 鲨鱼小子与熔岩妹 姗姗来迟 回到地球 这一下才是真正的大团圆结局 作为一部儿童电影 本片真的是赋予了满满想象力 想必我们小时候都会幻想过 自己变成超人拯救世界吧 希望每个人能永怀一颗童真之心 开心快乐每一天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立体小骑兵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